哈喽大家好我是眉喵 不知道大家在玩塔克夫的时候有没有疑惑过 就是这个游戏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故事呢 为什么这个游戏要叫逃离塔克夫呢 我们为什么要撤离呢 为什么PMC会分贝尔和U-SAC两个阵营 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讲一下塔克夫的背景故事 请注意啊 这个是塔克夫官方写的 我本人呢有删改啊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下一期我会更暗区的背景故事 大家敬请期待吧 那么说回正题 塔克夫的背景故事就是在不久的将来 俄罗斯的经济不太景气 于是他们在圣彼得堡那块建立了一个地区 叫做诺文斯克 这个地区是贸易区域负责一些出口的贸易 比如说水资源的贸易 比如说一些工业制品的贸易等等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游戏里会看到 像海岸线的水坝呀这种的建筑物体 这些其实都是游戏背景里面有的 其实原本这是一件好事 出口的贸易增多了 国家经济自然也就景气了 但是问题是 这个地方由于外国也可以进得来 所以俄罗斯联邦政府对这里是不管不顾的 这个地方怎么都可以 只要不影响赚钱就行 俄罗斯政府大概就是这么个心理 这也就导致了有一些公司在这个地方干些不太好的事情 就比如说今天视频的主角太拉集团 太拉集团呢原本是一个西方的公司 到了诺文斯克地区之后 特别的风生水起 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也是我们现在玩到的U-Sec 当然他有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那肯定不可能干一些好事 对吧 于是他就开始了垄断 像什么水电啊工业制品啊这种的 全部都落在了太拉集团的手中 诺文斯克地区的性质也从原来的让国家经济变得景气 变成了太拉集团一家独大 然后呢 诺文斯克地区就 啊水深火热 太拉集团因为垄断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嘛 但是呢 因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对这里不管 所以说他就没有受到任何的法律责任 在看到自己干了这么多坏事 但一点责任都没有的时候 他飘了 太拉集团在地下建立了一个实验室 也就是我们现在玩到的实验室 然后呢 去抓一些人来做活体实验 这种行为立刻引起了俄罗斯联邦的注意 但是因为证据不足 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办法立太拉集团的罪 然后呢 俄罗斯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 名叫储备站 也就是我们现在玩到的储备站 然后呢 俄罗斯联邦又想继续扩大储备站 结果啊 这不挖不知道 一挖吓一跳啊 在地下挖出了一个太拉集团的实验室啊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实验室 这下可好了 证据确凿 俄罗斯官方就立刻派出了特遣部队 也就是警察呀 军人啊 这种的 前往实验室调查 那太拉集团就不乐意了呀 他要是被发现了这违法的证据 估计直接就干不下去了呀 于是他就派出大批人员 强行阻挠俄罗斯的特遣部队 也就是在太拉集团的实验室附近 设立检查站 在诺斯科地区的边关阻止警察军人的这种进入 因为太拉集团的武装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连俄罗斯官方都打不过 于是俄罗斯官方照葫芦画瓢 也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私人武装部队 叫做贝尔 也就是我们现在玩到的贝尔 然后呢 双方就用子弹开始了友好的交流 但是呢 因为贝尔人多呀 即便你优塞克的兵在京 也抵不过我人海战术 所以优塞克一时间也无法镇压俄罗斯的贝尔 但是呢 这场战争起码得有个头吧 不然一直打下去呢 别说太拉集团撑不住了 俄罗斯官方也撑不住了呀 然后呢 太拉集团为了早日结束战争 他就派出了大量的坦克车啊 装甲车啊 什么的 反正就是调出各种尖船力炮 对贝尔进行打击 但是人家贝尔也不慌啊 人家有俄罗斯政府的帮忙啊 就这样战争持续了很久 就是太拉集团也打不过俄罗斯官方 俄罗斯官方也打不过太拉集团 一直打消耗战 两方都受不了 于是两方就提出了一个协议 呃 他们同时利用武装力量建立封锁墙 封锁诺文斯克地区的中心部分 也就是打架打得最欢的部分 但是这个中心部分怎么定啊 就成了一个问题 然后呢 俄罗斯官方注意到啊 这个诺文斯克地区有一条河 叫做塔克夫河 河的两岸呢 又有什么海洋线啊 工厂啊 什么塔克夫市 塔克夫郊区等等等等 他们就把这一块 也就是我们现在玩到的塔克夫地图 化作了封锁区 因为两方都不想再打了 于是他们很快就签订了协议 开始建立高大的封锁墙 正在打架的贝尔和优塞克 懵了呀 自己后路给断了 出不去了 原本PMC的两个阵营都不感觉到慌 他们觉得肯定会给自己足够的后勤补助 但实际是他们封锁了这个地区之后 不让任何的补给进来 也就是说塔克夫市 塔克夫河 塔克夫郊区 就是咱们玩的这个塔克夫一带啊 直接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就导致塔克夫成为了末日一般 就啥呀物资也没有 吃的也没有 喝的也没有 只能拼命作战 但是呢 作战对人员也有点消耗是吧 谁都不想死 于是他们就决定啊 咱们就不计前嫌一起撤离好吧 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玩家撤离 其实就是逃离塔克夫 啊这逃离两个字 就说白了是逃出塔克夫这个封锁区域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塔克夫这个游戏的故事背景了 大家也可以期待之后的暗区故事背景和全局解说 那我是喵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